我觉得两边这种拿的都有想法 是 我觉得这首中单目眼 还是要看一下效果 看中单NOC这个点拿出来 其实就是有一段时间中单NOC很好 然后后来被砍了 天线在用后来被砍了 对 他对阵这个AP中单的那些属性都被削了 对 我觉得可能主要的问题还是六级前 怎么过渡 对这个 浩博的钟也看起来是 控制能力呀 这个点爆发能力都不是特别好 六级前NOC要做的就是防干 历人费血的是 LPL always fight for 考虑加油 LPL世界赛冬冠 就是他上路奎因下路德莱文 你是卡牌帮谁 卖个整活的呀 外职BP 这个必须一般教练是不敢拿的 你德莱文的话 肯定你的队伍会上单玩个什么 我觉得他下路拿德莱文是 要对线跟你RV2去打的呀 RV2你 大家都顶GAD 你装啥的对不对 但讲道理前期 涛博这个下路打不了 对 而且感觉到 要到等级高一点的时候 才稍微好打一点 前期之间呢 很难打下路 但是你只是稍微好打一点 你想打赢的话 几乎是不敢 因为有塔姆嘛 塔姆太弱了 所以 所以就这个阵容下来 卡牌一定是也要不要上班去打的 这把应该是一个打猪场野的 全军出线 本音带强攻 鳄鱼也带强攻 很期待啊 这孟严出场 今天的小组在有看头 是 一团也没有整活 一团两边都是 防守站位 都不想整活 打稳一点 然后所以这边带的是电行啊 这球表杀 塔姆这个英雄 其实他的一个优势是在 面对卡牌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对 费尼张牌 梦远的费底 梦远这个英雄 盾也好 大招也好 是真的蛮克制卡牌的 大家都自己开了 没人帮 不帮了 这没什么好帮的 每条线的出击都很重要啊 找上把对线也很重要 是的 哎 出草了 知道你在这里 一位一是真不好打 这肯定要被打上了 这把就等队友吧 咱们回吧 这把369在上楼 就是等队友 但现在他已经吃了两个刀了 其实有那种惨一点的 前面摸不到线 对 对面十几刀了 这个一般取决于对面的人 打得有多凶 哎呦 但有一个守护者 薛波其实换血不亏 是 少赚一点 而且现在有一个线拳 很舒服 又Q到了 有一个用手法 就是塔姆一级还是很强 对吧 一级 一级过去硬打是很强的 以前 以前那个虚弱塔姆的版本吧 一级直接套虚弱上去打 就现在给你对拼 你看也不亏嘛 现在实在不死人了 对 泡一泡 现在又Q到了 阿水又Q有一点 上来的对线打得很好 是的 但上路有点糟重了 有点崩了 血要已经磕掉了 就许能回血吧 就回血了 这个时候要注意盲松的位置 因为很有可能这种 你过去第一波 先推进去带炮车的 这一波盲松就到了 这一波要是塔下来 但是这个盲松刷野啊 他是把篮区刷光 然后 刷F6 对 卡塔前期也没什么办法 一般面对对面上路是奎音的时候 前几局打也是不会来的 是的 因为前几局那个线太多了 如果你来的话 继续抓 抓到了塔普 一能中回摆到两个人 这一波对面有点伤啊 很伤 他赶紧把这个线推过去了 是的 小兵很多还好 暴女控下河线 对方的打也是 是控上河线 这两个眼很舒服啊 先打一下探测古石 确定一下盲松的位置 那张华大概懂了 皮尤瑟哥在上路 对而且这边确认一下位置 也能给对面下路一些压力 哎 这个位置有吃 这一攻 这边大夫的已经没什么蓝了呀 这个下路对线 我觉得算打成功了 对 这个你就算打得很好 上来 你补到领先 领先十刀 那这边知道你没有吃了 凶一套 好凶啊 大夫 这 其实他这样打 没有太大意义 想到你 因为他 因为他这个 白眼也不在 他也不敢上去杀 你也杀不到人 是 这边睁眼 有的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只有有红路 一晋能带CD 哇 要闪了 完了 这位置 有Q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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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好起来 是的 可惜 这波好伤 没TP的 嗯 这是刚刚回来的 哇 这波裂开 这波是有炮车 这波有炮车 还可以 哦 你可能要来补一下 现在了吧 要往上走了 这波还行啊 因为有炮车的存在 可以扛到个鱼 来 可能多丢个两三个兵 但有点炸了 这波死完之后 现在一打一 没法跟奎英玩了 主要是刚将完TP 你说有TP死一次 我觉得算可以接受吧 对 没TP太少了 这波很坏 变了个盾 下路先打出优势来了 下路怎么会 这把下路没想到 这和我们一开始的 预料不太一样 主要打野一直在下路 其实也一部分 给了下路双手组 一个信心 这把主要我觉得 上来直接可以跟 那个预言家 抢二抢得很漂亮 是 对吧 一上来抢二 就是点你压力 打水 你这几个Q 直接把这边血线给压力 上来打得很棒 但是现在上路的劣势 有点大 本要等NOC倒六之后 要帮一下上路 能不能帮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多了 多兰跟这个QC个 也是没闪的 NOC倒六之后 是能飞的 但是上路有个净化 也要小心一点 净化 额鱼可以突然 我现在继续走 我觉得要董孟也六起了 现在如果一个人来抓的话 万一被反蹲到的话 可能点会 打野也出问题 慢慢来吧 因为现在下路优势 上野二打二 现在不好打 看两边中路 谁先动起来 过后个十几刀吧 这波先补完 还可以接受 QC个鱼打魁鱼 优势的那一波 是要出忍者鞋那一波 就那一波打魁鱼 然后再加上自己有六级 是有机会能打赢的 或者有小反甲那一波 第一波要么 小反甲要么忍者鞋 但一般来说 还是忍者鞋好一点 毕竟移速这种珍贵属性 这一波原家被抓到 但是旁边有暴女 这一波留不住 中单都有六的 对 而且右边也不太敢打这一波了 因为暴女是在旁边 不敢打的 六级的梦远 其实战斗力要比卡牌强多了 飘了 两边先尝试 而且NOC中单有一点 其实是很厉害的 在我看来啊 就是他出天板 他以后推陷能力特别 现在有点想抓上了 这奎英是没闪的 飞过来就啥 是的 NOC再往上路移动 但这个时候移动的 他有进化 应该也已经爆了 想开大了已经 已经爆了 爆灭算了 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靠后了 走于跟不上就算了 对 很稳啊 其实多蓝那边 而这边 也在偷几条龙 这个小龙其实不应该放的 我觉得 因为下路不知道 在压线是吧 对 有点不知道这个信息 但讲道理 这时候如果你真的下路 是硬打一波的话 中路想飞吗 中路要飞了 比如闪线 跟上 已经没有拿出来 我好像断掉了 是的 他这个闪线跟上 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不要 不要 有虚弱 超别这波打得很 是 留了个虚弱给他 这波很关键 这里 都不敢上了 哇 这波有点亏 嗯 换闪了 本来白打一个 因为是NOC的一个闪跟R 换了对方一个闪而已 是的 这波有点亏 可见那个链链子给断了 闪过墙了 距离有点远 对 着急了一点 那现在上来的话 其实转跟上司在前期有优势的 嗯 哎 下路载刀 戴斗的罗兰 但随时在旁边有灯笼 后来 慢慢来吧 主要下路这把 阿水虽然有优势 但这个英雄 毕竟他是个赛纳 他需要一段时间 对 他需要时间才能去carry 但你换个角度去说嘛 本来想的是下路是有劣势的 但德莱文其实打上这种局面挺难受的 对 德莱文这种英雄也是初心 如果没打出优势的话 等会万一再死一波 这英雄可能就承扬不起来了 所以现在套博的当务之地 还是要把这个上中也先帮起来 而且上路忍久鞋已经有了 这一波很关键 但是这段时间 德莱文怎么敢压了 嗯 但这段NOC 这第一个大招的时间啊 其实是挺久的 不过卡牌 其实手里一直是捏着大的 现在逃过三条路都得小心 我觉得卡牌可能会选择飞下 下路因为一直在压嘛 所以说下路 而且这个时候 帮德莱文拿到一个人头 接下来可以不用管他了 对 拿到以后 接下来 他就可以无限飞上 因为下路2v2 但也不会打破 但有个塔 其实没那么好抓 所以人家注意一下 德莱下路不好抓 上路卡扎过来 其实三流这边的补刀 还算是可以的 对 很不错了 59刀 而且这一波补过来 就差个十几刀嘛 等OC下个大吧 看OC下个大怎么飞 哎呦 盲森其实这个时候 他在野球有点为所欲为的啊 又想偷 这波事也做的挺好的 但是奈特已经有警觉了 这波卡扎过来 丢到了 这波很危险 这波很危险 应该是没了 人头还要让一下 这波对方的中野 视野优势吧 是 想抢这个河蟹 我觉得就是主动性啊 盲森可以在这里 哎 标到了 标到了 先锋也没了 垂师已经靠过来了 是的 但是这波塔姆是带着塞纳的 这波塔姆可以开车来 塔姆没六级 哎看一下 好像 但是中单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可以来 我觉得 孟也活了之后 时间可以来得及吗 3000血 能不能抢一下 看一下 要尝试的 要尝试的 感觉有抢的机会 上野进去抢 哦 没有抢到 瞎子拿到了 这个登陆起也到 舔到 标没标到 逼了个闪 能追能追 皮软应该是要交代了 可以 这边三个补助 漂亮 这边浪费一下 付出了点代价 把这个龙 这个先锋没抢到 可以 这个吞 还可以 这波如果先锋抢到 就拒转啊 是的 差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能稍微接受吧 毕竟还杀了对面一个 而且这波是逼了 对面垂直的一个闪现 而且上路现在鳄鱼 已经好起来了 补刀只差几刀了 这就是那个 忍者鞋那一波 因为鳄鱼上六了之后 有忍者鞋的一个加持 再加上自己多 对面一个大 这样的话一打一 可以拼一波是打不过的 对 只要保护老子的血量就行了 但现在就是 涛博的节奏了 涛博NOC的大招 已经撞好 看一下这波大招 会选择飞呢 这现在回合制游戏 你一个大我一个大 这个时候如果能帮上路 鳄鱼再缓解一下压力的话 其实转个X 现在就没有什么优势线了 因为卡牌这种英雄 本来选上来就是 卡牌和盲村的中野 要么帮上路 要么帮下路 帮出一个大哥了 但其实现在中野方面 转个X是略胜一筹 对 你看这个主要卡牌 这个补刀看着 让我有点害怕 是 补刀太稳了 感觉涛博现在 挺想要下路去打的 谁 看能不能把水 这边的优势在扩大 NOC已经在往下飞了 这一波过来是四个人 垂师没闪现的情况下 是一个很好的 这一个其实是个好机会啊 但是第一时间也没敢上 因为后面的视野并不清楚 地图上大部分人都消失了 连回音都消失了 这时候如果你又飞一波下路 确实挺危险的 现在稳着刷吧 现在逃步也想再刷一会儿 中跟AD都需要发育 哇 这 Night直接是做了CD鞋 哇 超哥这把他真的有点飞 这波勾勾得很准 直接开大了 预言家这边有点危险 乃了一口 预言家交出闪见 自己没用 但是这个勾引 给秒全身 在这里伤害差一点 没有低血 把他跟 大招 大招人头 而且根本か 如果是把他的被动打交 的话 оз 她会挑一个 然后 没有逃跑的空间了 spelled 大夫特这波在台很绝望 这里好稳啊 没有人愿意去扛塔 再等小兵来 就看这个人头要不要给369补给一下 可以 给369让一下 没问题 而这里的话 盲坤该是下路放先锋去了 这个时候兄弟们就别走了 下路吃肚层吧 那这个先锋的交换还可以 还能拿着小龙 但中路得有人回去守了 这波两边打的波资源交换 资源交换 但是杀掉得来文是很赚的 不能说很赚吧 但这把大夫特是已经炸了 对 都炸了不算很赚兄弟 这波我觉得预言交换得很好 是 但其实对面的中路包括上路 都是拿了一波大经济 对 这卡牌发育是我现在最担心的 这卡牌发育也太好了 对 但这波打完想 火龙也拿了一波 然后 哇 这个上中野 也还行吧 上中野现在是DRX的优势 就这波经济上 其实是没有拿到领先的 经济是小龟的 是的 人头虽然赚了 但经济对方拿了太多卡细了 是很难起来了 德莱文一般这种开局 就这把就是 帮队友补点输出 所以这把还好对面拿了德莱文 对 你说换个其他AD 这把已经是套波大猎了 是 主要你其他AD中心能有点作用 但德莱文这样的话是真的没什么作用 对 德莱文这种局面很难 还没什么 阿雪马克赛那能打成这样 主要是上海对线打的好吧 对 然后这一波的话也是通过预言家的一个脉啊 把这个下路击杀一次 没想到下路对线一队上打优了 对 挺奇怪的 可能这就是个人能力吧 是的 这样这个局面 现在就小心卡牌啊 嗯 卡牌太肥了 是的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设置很怕卡牌过早的摸出像金身忽必这种东西 对 因为这把到后面我们应该处理不了这个卡牌 嗯 他这卡牌其实离他的金身已经不远了 真的不远 他还在中路发育 一百多刀的让他被动的命运 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换线期了 这把其实两边节奏都很快 一旦进入到换线期 其实DragX现在就开始B站了 是的 他就靠着上中两个人灵活的一个点去带 所以现在得看预言家跟耐测的抓单 能不能在边线找到机会 嗯 而且阿水由于选的是个赛纳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完比赛 是的 他至少要等他这个摩切叠出来 在这369这把是抗压成功啊 算还可以的啊 这只落后 因为第一波是很伤 但是后面还扛不住了 对 下路又补了个人头 其实他现在单人经济上也就差个防御塔的钱吧 看经济落后了3000 嗯 中路卡牌刚才看应该有个10001000多 对 卡牌的这个经济再加上防御塔 上路还有个矿刀 对吧 这两边都在等一些地图目标 嗯 现在其实只能说涛国是一个小猎 146开 好 成绩交掉 嗯 哎 他也知道你后面没什么人 后面有垂石给登陆呢 这个就是打气势了呀 打气势了 打气势了 因为这把盲森很肥 2-0开局已经有黑些了14分钟 这盲森现在伤害有点高了 这盲森肥得夸张了 对 不过NOC到11级了 但NOC这个装备 还得有第一件成装才厉害 这把两边 这NOC感觉都打不过这盲森 是 打不过 红尘一挂就被秒了 他带的是电行 电行 我是打脆皮的 这种半肉的战士一边去 前面也讲到了嘛 这把其实中野有点太肥了 转S 是 这把主要NOC第一个大招 跟第二次的在河道的这个阵亡 挺伤的 这两门就是平稳过渡到下一条 下午先锋 落后3000块钱 但现在上半区由于我们的上路一塔掉了 其实视野上不空的话稍微有点吃力 是 但是视野还是在抢 已经开始偷了 看到了 只有你应该不敢打的吧 但是卡牌来了 直接交流急跑 但是这边盲森好像是第一时间没Q 是的 而且这大鳄鱼在这里应该也没那么容易 这波阿水是来不了的 阿水回家 能支援一发大 这波应该消杀了 对风 那感觉阿水这波如果不打的话 不会把下塔推了 其实 但阿水就不是回家出幽梦了 对 回家出了幽梦 阿水两件套 小兵好像推掉了 那还可以 是的 那这一波换下来的话 专盖茨又拿到第二条的先锋 感觉阿水这波是想回到中路以后 打一些视野 然后下一条土龙可能想办办手吧 对 涛博这个先锋让了我觉得是 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上半区视野确实一开始很差 对 但是他们这个小龙由于自己下半区 是必须要争取到 是的 而且你看他中路这一波回家也是把木刃补出来了 这一波是中路和AD 两个点都把自己的一个大价补出来了 涛博小龙团一定要打 要打的 但是卡牌我们看到已经有时光加上中亚 卡牌装备有点好 非常好 这因为这才16分钟多 16分钟18分 哇 但阿水这伤害现在也起来了呀 这一枪 是的 这阿水这把是个超时间线发育了太大呀 这把 这一波如果能逼对方跟涛博打团是最好的 涛博现在就很想打团的 这边聘了一下下路 看一下大家怎么说 旁边有盲森 盲森这里还有个下午先锋 这波小龙其实有盲森下午先锋了存在 不是那么好 他要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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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但这波放的时候直接被偷演了半关系 随音赶过来 还要被点 追着点 哇 伤害有点高 现在这个 中塔可能没了 中塔可能没了 但一定要打这波小龙吧 下路怎么说 下路奎英被点退了以后 鳄鱼和奎英 奎英这里是不太TP的 看一下有没有369绕后TP的一个眼位 有没有TP眼位啊 真的就回家了 那这个来 来不及了感觉 感觉是想打的 看一下怎么说卡牌 先把大家打开 一勾没有扣到人 随时开了大家保护 这边是想得了踢正面 奎英来到正面 帮你上来 帮你 拿到龙的龙 而且卡牌的位置很尴尬 哎这有精神的不要开卡牌 卡牌的闪现 还在手上 看他这波上也拿得好高啊 NOC直接飞 先飞 先飞一下 有了 奎英先死 这一勾没有关系 保护一下 有塔姆 对只要扣到了不是塔姆 这带怎么这么凶 还在追 哇 哎呦 这一波很关键啊 气势打出来了 这一波挺关键 因为把龙抢下来了 而且在人头的交换上 还击杀掉了上单的奎英 就一定要跟对方打团 谁打团我们是绝对不需的 是的 而且现在有一点啊 下路德安为阵亡一次 到刚才没有拿到人头 上路奎英又阵亡了 对 所以他这两个大哥位的点啊 很难又发挥了 这把大哥位就是中野了 大哥位成中野了 嗯 一直就是中野 感觉上下路这两个兄弟 这把就成 帮大哥 但这阵容应该是中路两兄弟 帮上下路大哥的呀 反过来了 反过来了 95滴血 这波抢上很难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 周围的位置很尴尬 被留住 他又虚弱 有一个进化直接解掉了 是的 解的手都非常快 他主要有进化有精神不好秒 而且你看奎英在正面 这多蓝很关键啊 这一波阵亡 是的 直接起飞了 对这样的话 其实奎英的节奏会很受影响 没错 哇 这 点的也太厉害了 这幽梦一开 再加上那个 异技能 各种加速 是 是 而且这边炮女 大胜妹也做出来了 那这一波其实很关键啊 因为往后打 其实我觉得套波的阵容是不虚的 所以他在初期就拿到两条小龙 还挺爽的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无论哪个时间点 打完套波都是不虚的 是的 但是对面的阵容就是 害怕他们在边线 哎 又来了 这波没双招的 跟伞 他在旁边的伤害太多了 这波杀害自己不太够 这波杀害自己不太够 有点抽到 他过来也来得有点慢了 但这波的阵容有了 漂亮 杰克老再说一个人头 大杀的伤害还能不能追 39 但是另外一边39的位置 自己像是没有闪现的 可能留不住人 这波应该追不到了 对 后期的控制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一换一 中单化了对方的上单的 可以 支援好快啊 潮位的把打得好 打得好 这把这个卡牌真的是 串联起的整个队伍 但是 Kira Kira 就是你就是你 有机会吗 这个闪现 这个闪现有点意思啊 这边闪了 还被运住了 但旁边有盲骚 这个球应该是打不了了 那边有点危险 也在这闪现过脚 准备跑护子的队友 可惜 旁边没有兄弟啊 只有一个 上海 但这波感觉 透过张艾西进行交的有点多 有点多 现在四个兄弟都没闪了 就这波张艾西进行交的 本来是想拿很多东西的 对 这波坏坏的东西比较少 这波交了三个闪 是 鳄鱼在下路要小心啊 这波有点危险 能够感应到 没闪的完了死了 这波应该是死了 四九大招 要不要挣扎一下 对 应该不会开了 挣扎不了了 给了吧 这边的联动 第二次打断了 在中路感觉能不能压一波 暴女在下 感觉压太了 因为你在这里一定会被 德莱文会随时干扰的 自己兄弟又不在 在家后对面就什么 鬼鹰卡牌王森跑线太快了 上路压一波吧 主要现在卡牌TP也在手里 是的 卡牌直接踢到了自己上路的二塔 要过来手机波线 而且还开了大招 看一下 看后面没有人 但他自己一个人想开NOC是杀不了的 这波打个安全牌啊 对安全牌 看一眼 但是下路有TP 又想动多篮 哇 抓着多篮动 但这个位置已经被小兵看到了 有机会 有机会 这波多篮变大 多篮在绕 哎哎哎哎 绕不掉了吗 大招飞到了 飞到了 你只要给到就可以 安宁留言给一下 差一点 他的进化就差一点 对这波如果有进化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跑的 可能还能操作一下 是的 找到了财富密码 哈哈哈 这多篮连续续织之王三次太关键了 是的 很关键 而且现在阿水的发育 其实一直没有被太多人干扰 并且他303 现在摩切已经过好了 阿水这把可太肥了 真的太肥了 阿水现在就伤害 右边是扛不住的 只要在正面战场 阿水能持续的奶跟输出 而且这把有个点 就是有塔姆 阿水很难死 对 这把这个局面 其实慢慢好起来了 是的 而且中路的防御塔 这波也能够推掉 嗯 先拿中路的带塔 可以 就这阿水 感觉后面是几学不掉塔的 对 对 原家这把感觉就是 各种吞野怪 是的 内波吞了个大鸟 然后又吞了个河道线 下一波是TP过来 被小明看到 过来的头脑其实很清晰 上鸟 然后开始绕 但是 没骗过呀 没啥用 都想多了呀 露出来了 我奈特又不傻 这波很关键啊 奈特也是补充了自己的发运 是的 现在淘宝有一个优势点 就在于上一波把龙抢了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这个太关键了 因为这样的话 下一条龙只要困来就听牌了 听牌 就给对方压力了嘛 就左边这个阵容拿到了 吐龙魂 右边打不了 是 而且现在经济上 其实完全没有拉开 依然是保持的一开始 那两千多 现在反而还打回来一些 但你不要忘了 其实这里面很多的经济领先 是来自于卡牌这边的 如果卡牌他正面不参战的话 其实正面超过的战斗力是更强的 卡牌跟奎英的经济 他好像没办法转换成 自己实际的一个 这边上校还是给的比较合理 有眼有眼 淘宝知道的 但这波暴女没有往过赶 这波暴女能不能过来 但是另外一边发现暴女没有过来以后 要来要来要来 而且卡牌开大 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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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大龙要溜了 干扰了 淘宝拿小龙 这个眼太关键了 这个眼太关键了 要不然这一波偷龙 其实是挺硬币的 这波XX决策很好 是的 他知道这个龙他不好争 要没这个眼 可能还真被对方给抓了 对 对方因为双ADC 打龙速度还可以 而且有盲僧感 也打龙不伤的 是的 那这一波还好 没有太亏 所以旁边有塔姆保护 但他似乎近的往前压 现在双保险 预言家给自己出一个水银 然后能村队友 预言家这个水银出的 很有价值 但是这里 鳄鱼感觉要被针对了 想一塔强杀 关灯关灯 直接过一下 配合这个鳄鱼 继续杀斗兰 哎呦 这里盲策过来想要打 打架 大家朝六百块钱 而且这边 丑尾能跑吧 兄弟们全来了 可以追 丑尾没闪心 死了 人都给谁 能不能打大龙 这一波大节奏 能不能打大龙 这一波直接让JK 拿到了一颗大人头 可以打 可以打 对方终于也没有 这个 这不可以直接打龙 有再大一会儿就来起来了 垂石 没用的 垂音跟德莱文 两个ADC 也没有AE能力 德莱文的装备 其实现在不太够看的呀 三个G 这边跟他塔姆 给塔姆一顿输出 他没有三个 没有没有 这一波打到 还好有灯笼 有了有了有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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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德莱文大招就行了 应该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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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面唯一抢龙的机会了呀 是的 哦 这一波的关键啊 当QZ和内脚激上来 我就感觉 有了 有点急了 我感觉 你越塔杀一个恶鱼 虽然说恶鱼是面对奎言的 可是 你都关灯了 你再杀我就不给我面子了呀 是的 而且这波还Q上去 走位 但是这边很关键 躲得一发Q 是的 然后还把Trolly给害死了 是 Trolly本来是无减肥的一个卡牌 哦 这一波太关键了 这波打完 对面有点炸了 有点炸了 这一波炸穿 因为右边这个阵容 如果分带打不起来的话 正面的团阵 我们也是经济 终于完成了反超 哇 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主要对面有个卡牌 你看一下卡牌270刀 这卡牌真凶 发张25分钟270刀 而且还一直在打 是的 但是现在 涛博有了大了MUFF 有了爆成推荐 随着几座防御塔推掉的话 这个经济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这把多兰这个点也飞了呀 多兰 就有 因为有一个梦魇 这把多兰很快 那上路这波来上OC了 然后再直接开大 有个位置飞 再开视野吗 有说一会儿 长不远的开车 咱们的救下来 没救下来 在正面怎么说 开车过来要不要反打 这个时候已经损失掉了 一个中单的战斗力 这里要小心对方 这波是不是打了 稍微的 有点急 有点急 一脚踢了三个 没有这边要打 哇 这波炸了 哇这波真的有点炸了 这波拉屋能活下来吗 没活下来 我也被打一波0换5 这波太急了呀 差不多太想救兄弟了 我觉得这波可以卖的 这波真的可以卖的 这波三个就没必要上的感觉 是的 哇 哇 那这个大龙体验了一下 这波大龙 拿了这个负经级啊 负一万 负一千七 刚追上了 这又反超两千 哇 这波确实很伤啊 我觉得稳一下局面打 下一波土龙魂吧 看一下 这波其实 队友离得稍微有点远 第一时间 过不来感觉带线带太深了 对 其实为什么要和第二打带线呢 五兄弟直接去推一波就好了呀 这波感觉超伯真的有点贪 他是选择一个最贪的打法 就是一三一 是的 这个虾的这一小菜的很难受 把后面的杰克拉伍也给击飞了 对 现在其实应该被让这个杰克拉伍这个赛亚那去玩的 是的 我觉得鳄鱼一个人去带就行了 梦魇去带也去蹲着 对 对吧 你保住这个下路输输是这把很难输的 其实在团战时候 是的 但是这一波打完之后 现在军事了呀 军事了 这本来凯伯已经是有个七三开了 对 甚至这个经济有点小炸 要靠这个龙魂分胜负了 对 这个龙魂团怎么去打 而且这一波的话 萨娜没闪 冤家也没闪 这一波把前面的全部吐回来了 是的 埋伏了一下 要小心 这个位置很危险 哦 一个这样看到两个新鲜的假眼 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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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打人了 还要打 要打他打他 他打我洋水银解掉 这里可以打 这一波可以打 王舟直接先走掉 这一波就被秒了 这一波装置 魁依先吸收里面伤害啊 魁依呢 前面什么都没做就被打残了 卡派一个大钢直接飞到了上路 那 这中路二来又没了呀 其实团战这一波对方有点装了 有点装了 那个大哥格莱文还不在 这波感觉埋伏的有点没道理 他们蹲一下没问题 但我们人全齐都看到了还不走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这条土龙 视野上首先 淘宝是能占据绝对的土龙 都保障了 现在 稍微没办法 只能带一带 NOC是没到16是吧 差一级 没有15级 差一点 再吃 一桌冰吃完16级 一桌冰吃完回家 看能输什么样的装备 我这波 确实也是没想到啊 只要咱们人齐齐的打盘都是好打的 是因为DX这个阵容其实很脆的 他们不能打正面硬硬硬 两个ADC 来但这一波 死不了死不了 我捏不到 这一波等那个NOC NOC 找机会 三级大招 先把视野排掉 10秒钟的土龙魂 春歌的梦魇了 NOC这波有春歌很关键 对 而且他也是到达了16级 中路在推一波兵线 上路的兵线稍微有些压力 不过问题不大 下路的兵线是在正中央的位置 这个时候 DX就把自己的阵容灵活性打出来 在这个眼看到了 DX众人的位置 感觉可以直接打龙 可以打龙 如果是在打龙就好了 卡牌这边开了个大招 这个大招是没有地方可以给他飞的 要开了陶伯 打野领先一级 怎么开谁很关键 是的卡牌直接飞到了正面 算了拍几个E 超为这边开急跑 黄牌在手上 但是这边一个黄牌 上海人很大 可以关了感觉可以关灯了吗 算了这个大招没有放到人 还没有关灯 鳄鱼顶在前面 卡他抓得有点差 这个料理是半血 这一波感觉不太好打了 这一波就不应该练战了 可以往后撤了 这一波的话 恩公司可言还想留人 大招还在手上 但这一波被卡牌破壳了有点伤 这张黄牌再拖出来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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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感觉有点不果断 感觉有点错失机会了 是可以关灯的 在一瞬间我觉得可以关灯的 是的 我就刚才塞纳W听到可以打的 但这里也去碰到了一个奎烟 知道了对方的路标 是几方的下路二塔 大龙还有一分钟刷新 恩 这里是众人选择了回家 这一波其实是套帽非常强的一波 是的 刚摸出新鲜的复活甲 道女友中亚对吧 中路友春歌 这一波是真的可惜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超越这一张黄牌先打到JK JK的血量比较残 不太敢吃 然后感觉又开一波 被超越这个卡牌 七时给吓住了 是的 我觉得就是被吓到了 这兄弟一只那个黄牌顶在前面 感觉反正套帽有点虚 其实孟眼一飞 他这波只要星星一开 他就没用了 对 他当时已经半血了 在有一个瞬间 我是感觉可以开团的 但是套帽选择更稳定一点 没有把它开起来 是的 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 这条土龙没了 他最重要的战略的一个 争夺点没有了 还想求稳一些 不尽了 对 他可能是在等分散的装备 那这边多少层了 70多层好像 层数到一般 现在 这玩意跌的有点慢 现在打团还是没问题的 打团只要能把团站开起来 其实都是好打的 对 但是要如何保护几方的赛纳 也是很关键的 嗯 赛纳这一波是有闪了吗 差一点好像 嗯 有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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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偷一个塔 这把 好胶着呀 好胶着 好胶着 现在依然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这边卡完了 你没发现了 塔姆 别出一个闪现 这边可以反打 可以反打的 这波卡完这个闪现也是交掉了 这里的话 留不住 卡完一个海线是很赚的 超为这坛子太大了 没有闪见海线 Jeky现在打得很大 因为黄威 一勾没有够到Jeky 黄牌 标到超为 一蹲一蹲 开着地圈 但超为应该是逼死的 漂亮 再打一蹲 太大了 太大了 这边双半个中央抱团 想一波 像是想打得更凶一点 如先的阶段 有了 在这里 一直减速一直载 漂亮 感觉有没有一波的机会 小西兵线没学上 我感觉可以一波 兵线带过来就可以一波 兵线 应该是有了 可以一波 有了有了 兵线来就可以一波 复活的时间太久了 这个打 团太狠了 一直减速一直载 标到了 想断线 但是不给他的 推塔 推塔就行了 推塔就赢了 推塔速度应该是够的 还有20秒 够的 对方的双C 20秒才复活 有了有了 闪现锁着一个击飞 没问题 再把谁是再杀一次 这个来我还想再杀Pewsik 闪现标出来 谁是已经被秒了 最后淘火 来在奥比较的一号种子 战胜 是 是的 但是这是一场精彩的教练 两队都各有表现 但涛博他们拿出了 两队又都拿出了 不同风格的BP 但是涛博在中后 其实稳住了自己阵容的优势 成功战胜的对手 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 兄弟 多长时间没有在几个台上 喊出这句话了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